65年发行 70年就改版 销出珍藏钞票500 1000 各种面额就台币 李老板从事收藏20多年 也转卖过从央行拍来的特殊钞 成本大概2万块左右 大概可以卖到2万5左右 能转手特殊钞套利关键在这里 钞票号码一连串 就像钞票身份证 凭号码特殊性 价值可能翻好几倍 央行曝光5月份拍卖的特殊钞 其中的这一组 99999 888888 相同数字连6个 从数字1到9 9张百元钞一起卖 底标1800元 而另外这一组 168 168或是123456 5张百元钞 一组1000元起标 底标价固定是面额的两倍 能标多少买家来出价 一个年前我就标的这一种 500的1000的 那我就觉得很特殊 很有收藏的价值 所以我那时候 像这个才28张 可能是2800 可是我那时 当初标的过程当中 花到快四万多才标到 手拿着自己几年前 从央行拍来的百元钞 这位吴先生也是名藏家 看好往后增值潜力 一口气收藏好几组 而央行也透露上一期 拍卖钞票总收入超过9000万 扣除面额与银二税 净赚快7000万 钞票靠联号或是结祥数 吸引买家收藏值多少看个人 但央行肯定是最大赢家 净新闻物亚天黄品看 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净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